朱颜第五十六集 郡主,你怎么了?你的脚? 从总督府到行宫 这一路,朱颜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来的 脑海里竟然是一片空白 直到管家迎上来,连声询问 他才从恍惚中回过神来 低下头,看到自己脚上的靴子不知何时少了一只 手里紧紧攥着那半截割下来的白袍衣襟 满脸眼泪,发如飞鹏,狼狈万分 管家看到他的模样,心里安静 郡主,你没出什么事吧? 我没事 他随手把缰绳扔给侍从 恍恍惚惚地走了进去 心里想着半日之前的一切 只觉得痛得彻骨,却又迷茫万分 郡主,你可回来了 盛嬷嬷迎上来 看到他这种模样,不由的心里也是咯噔了一下 连忙把想要说的事搁在了一边 连声问道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啊,没什么 朱颜心里只觉得不耐烦 什么也不想说 郡主,刚才是去了总督府吧 谁惹您不开心了? 盛嬷嬷知道,这个小祖宗此刻心情不好 察言观色,旁敲侧击地问 呃,是没拿到出城去帝都的文碟吗? 哎呦,没关系 听说王爷很快就要回来了 你不用跑出去了 然而,听到父王即将回来 朱颜脸上也没有丝毫喜悦之情 只是呕了一声继续往里走 两眼无神,脚步飘忽,心里不知道在想着什么 盛嬷嬷看着情况不对 心里一紧,低声道 哎呦,怎么了? 难道,难道是白蜂蜜那个家伙 吃了雄心豹子胆,欺负郡主了? 哼,她敢 我已经和她说了,绝对不会嫁给她的 盛嬷嬷大吃一惊 没想到才离开市县半天 那么快,这个小祖宗已经捅了娄子 本来想数罗她一顿的 然而,一看她的脸色也不敢多说什么 直到 郡主,你一整天没吃饭了 饿不饿呀? 厨房里还有松茸炖竹鸡 要不要 哎呀,不要 没胃口 她语气很凶 显然正在心情急不好的时候 气冲冲地往里走 圣嬷嬷赶紧跟上去 也不知道自己要去干嘛 只是下意识地回到了自己的卧房里 坐也不是,站也不是 一想到师父片刻前说的那些话 就撕心裂肺地痛 她在屋子里团团转了半天 刷得站了起来 一把将手里握的半截衣精扔到了地上 失声道 恩断一绝就恩断一绝 谁怕谁呀 圣嬷嬷不敢说话 看着她在房间里走来走去 脸色苍白,神色烦躁 仿佛心里燃烧着一把火 坐立不安 这样反常的情况让老嬷嬷不由得心里一惊 郡主不会又是 郡主不会是又遇到那个冤了吧 这样的神色和当年她情斗初开 暗恋那个娇人的时候 简直一模一样 啊 怎么办 终于 朱颜颓颓颓坐了下来 叹了口气 抬手捂住了脸 用一种无助微弱的声音道 嬷嬷 我该怎么办呀 看到她心里的那股火焰已经渐渐微小 不再拙人 圣嬷嬷终于小心地走了过去 将手轻轻放在少女的肩膀上安慰道 哎呀 不要急 郡主 世上的任何事 总会有办法解决的 可听到嬷嬷温柔的抚慰 朱颜却在那一瞬间哭了起来 不 没办法解决啊 我 我刚才在这里想了好久 看来 是怎么也没有办法了 她呜呜咽咽道 你知道吗 师父 师父他不要我了 师父 圣嬷嬷心里一惊 没想到 郡主这样失魂落魄 竟然是和另一个人有关 郡主在十三岁之前 曾经在九仪山拜师学艺 她也是知道的 只是自从回到天极封城之后 那个她口中的师父 便再也没有出现过 所以年生日久 渐渐的也就不以为意了 可到了今日 又是忽然来了哪一处 看到郡主 哭得那么伤心 圣嬷嬷不由得着急 却又不敢仔细问 只能轻轻拍着她的肩膀 叹了口气道 唉 别急 慢慢来 师父今天和我说 你要和我恩断一绝 一说到这里 她的泪水就再也止不住 我 我可是从来没有看过她这样的表情 太吓人了 怎么求她 她都不肯回头看我一眼 圣嬷嬷安慰她的 哎呦 她只是在气头上 说说罢了 不是 你不知道师父的脾气 朱颜抹着眼泪 身子发抖 她从来言出必行 既然她说要恩断一绝 那么就说到做到 下次 如果我和她为敌 她 她就真的会杀了我的 圣嬷嬷颤了一下 抱紧了少女 单薄的肩膀 别乱说 郡主 你这么好的一个女娃 谁会下得了这个手呢 师父一定下得了 她的心可狠着呢 朱颜呆呆地想了一会儿 忽然又到 如果到了那个时候 我可不甘心就这样被她杀掉 我一定会反抗的 顿了顿 又垂下头去 嘀咕道 可是 我就是拼了命 也打不过她呀 怎么办呢 她迷惘得难难 神色 时而痛苦 时而决绝 哎 郡主 既然 一时半会儿 想不出来办法 就先别想了 老嬷嬷轻声劝慰 好好休息 吃一顿饭 睡一觉 等有力气了 再去想 朱颜颓然坐下 呆呆沉默了片刻 才点了点头 那我们去吃饭 圣嬷嬷试探着 把她扶了起来 朱颜没有抗拒 任凭她搀扶 有点昏昏噩噩的往前走 不一时就到了餐室 里面已经摆好了丰盛的饭菜 有她最爱吃的松茸炖竹鸡 然而朱颜的眼神涣散 神色恍惚 喷香的鸡汤喝在嘴里 也寡淡如水 喝着喝着 她仿佛微微回过神了一点 忽然开口问道 啊 对了 那个小兔崽子呢 圣嬷嬷愕然 郡主说的是 哎呦 当然是苏魔那个小兔崽子了 为什么我回来没有看到她呀 朱颜嘀咕着 往私下看了看 她跑哪去了 圣嬷嬷找来侍女 问了一问回禀道 那个小家伙 自从郡主早上离开后 就拿着一本册子躲了起来 一整天都没见到她 哼 那家伙 人小 脾气到大 朱颜应了一声 心思烦乱 愤愤然道 早上不过是没带她出去 却躲起来不见我 圣嬷嬷咳嗽了一声 说道 郡主 是太宠着这孩子了 是了 这个残废多病的娇人小孩 性格如此倔强乖癖 哪里像是半路上捡来的奴隶 十足时 是王府里小少爷的脾气 也不知道火爆脾气的郡主 是怎么想的 居然也忍了 倒是一物降一物 去把她揪过来 还给我摆臭架子 真是烦了 是 侍女退了下去 她随便吃了一点 心情不好 便草草完事 转过头问一边的管家 对了 我在养伤的这段时间 外面的情况怎么样了 外面的情况 郡主 是问傅国君的事吗 被猝不及防的抓住 适用了毒心术之后 管家一直对朱颜心有余悸 不敢靠近 远远的退在一边 叹了口气道 唉 闹得挺大的 差点总督府都被攻了进去 幸亏最后关头 有神明庇佑 天将霹雳 把那些叛军 一下子从墙头震了下去 天将霹雳 朱颜愣了一下 哪里是什么神明庇佑 应该是师父 在最后关头出手相助 帮白风铃挡住了 傅国君的进攻吧 难怪这次 看到师父的脸色 有些苍白 想来是因为 在星海云亭时 就受了伤 中间又没有得到休息 所以积劳成疾 累的吧 这样神一样的人 原来也是会受伤的 他一下子走了神 耳边却听得管家道 那些叛军 本来想请贼先秦王 闯进去劫持总督大人的 没有得逞 便想退回靖湖大营里 总督于是下令封城搜索 把各处水路通路都给锁了 那些叛军 一时半会儿无法突围 便只能退到屠龙村那儿 赋予完抗 倒是能扛 缩在那里都大半个月了 还没攻下来 朱颜默默听着 下意识地将筷子攥紧 不过此事惊动的帝都 帝君今日已经派了 孝齐君精锐过来 管家以为他心里不安 便连忙安慰道 相信天君到来 区区几百叛军 很快就会被禁树诛灭 到时候全城解禁 郡主想去哪里就去哪里 然而他听了 却心里更乱了 如果傅国君已经到了绝境 那么冤呢 冤现在怎么样了 他是不是也和那些战士们一起 被围困在了那里 对吗 那是什么呢 对了 那是什么东西 那是什么东西